讲到了于天的女婿设诈骗集团 而被逮 目前已经被积压了这个部分 徐晓鑫在今天的回应也就是 就知道明明也不是我设案 对照他自己大姑的诈骗事件 他说民进党这一个星期 这不止一个星期吧 快一个月了吧 家租在他身上不合比例的攻击 有多荒谬 对所以这样对照下来 包括了今天吴思瑶讲说不一样 于天他是用正向的态度去回应 不向徐晓鑫遮遮掩掩 那我就看徐晓鑫到底有多遮遮掩掩好了 好事件爆发4月15号中央社的报道 徐晓鑫因为大姑卷入诈骗洗钱案 他说整件事情莫名其妙 到底关他什么事 他的立场就是大义灭亲 如果亲人真有犯法 就是该抓该关 不是一模一模一样样吗 好那黄杰就说徐晓鑫啊 就是满口谎言得不配位 嘴巴说一套做的却是另一套 他就是诈骗集团的舆论打手啊 如果他真的不想成为自己讨厌的人 负起政治责任的方式 就是主动请辞下台 啊于天呢 今天早上记者也跑去问黄杰 为什么记者会把于天的事情问黄杰 因为黄杰之前就打徐晓鑫打最兇嘛 结果人家就来看一下说黄杰 这件事情你怎么评论 结果黄杰跑给记者追 不敢回答 没有他要学吴思瑶 要学吴思瑶这么不要脸才行 继续栽赃是不是 黄杰不敢回答嘛 你用同样的标准去检验于天啊 所以不敢 那我现在就用同样的标准检验于天 我其实内心我相信说也许他不知道 但我现在是变成民进党了 第一个 金流要查 我们要去查说于天到底 比如说有没有包过红包给这个女婿 过年的时候给小朋友啦 给小朋友或给女婿也可以啊 也是这一两年 女婿如果说有去拜年的时候 于天有没有给过红包 有的话就是金流 就是有资助这个女婿 可能是于天知道这个女婿在做车手很好赚 所以于天的想要投资 然后从中获利 这就是民党逻辑啊 不是吗 对他们打小新的就是这样打的啊 是因为徐晓晶有帮他婆婆付了100万的 银行的利息跟本金嘛 然后他们就说哎呦你的婆婆借钱给那个诈骗 借钱的杜先生然后你又帮婆婆还利息 所以这个钱最后就会辗转流到诈骗集团 所以其实你婆婆就是跟你都是一起要 获利的 那于天你有没有 有没有 有金流的话 就是有 这个是民进党标准 第2个 于天事先知不知情 刚不是有人质疑说于天是不是事先知情所以不敢选 主委免得被爆出来 按照民进党标准 一定知情 为什么一定知情 因为 因为之前他们打徐晓晶的时候 那时候 那个杜先生那个杜男他曾经被调查的时候嘛 就有有讲到说我们家有人在做明代哦 这个中开写的 然后民进党就说你看 徐晓晶如果不知情的话 这个杜男怎么可能会去 调查的时候去把徐晓晶的盗牌呛出来 他们是 他们是这样打的 对啊 那杜先生的名片呢 对 我那时候辩护的时候我还说 有些人就喜欢护家虎威啊 所以你怎么知道他 徐晓晶一定知情 没有没有就是知情 不然不敢这么胆大妄为 好啦 你讲的都是徐晓晶套餐了 对对对 套餐再继续 对 那现在 现在那个 那个 于天的女婿 之间亮名片呢 他 被抓到的时候他是说 我不会干这种事 我是正常上班族 你看我是于天的特助 哇这个于天你一定有授权他做这个事嘛 不然的话他怎么敢这么胆大妄为呢 打着你的名号在外面招摇撞骗 于天在电视上面看起来就是置军严谨啊 对家人应该也是非常严厉 女婿如果没有得到于天的授权 绝对不敢在外面讲这种话啦 打着于天的招摇 名号招摇撞骗 这我不相信 于天旁别人敢这样做 所以他一定得到于天授权 所以因此他跳出来用你的名片 代表说你跟他是一伙的 对不对 是这个逻辑 就是这个逻辑 好 所以 这个于天 一定知情一定知情 而且实际上 于天跟他的女婿 也没有感情不好啦 也没有感情不好 因为现在 这还是民党逻辑 就是 因为呢现在 于天呢也说要帮这个人请律师 如果他没有请律师 他还是要帮他请 代表他们还是有家人的感情嘛 哦哦那你们就很好 你们就很好 因为当时 徐晓晶其实 也有一点点帮他的大姑讲话 就说 家暴嘛 对 他大姑本来人蛮正常蛮好的 可是就是因为嫁给了这个杜先生 所以后来就变了 这个杜先生很坏 所以晓晶就播了一段录音档嘛 就把那个 杜先生怎么恐 就怎么下那个 他那个刘向杰的 音档把他播出来 那绿的也是这样打啊 你看 徐晓晶都在帮刘向杰洗白 所以徐晓晶一定知情 不好意思啊 于天你帮这个 杜先生 你帮你的女婿 请律师 代表你也知情 好这就是绿的 然后 再来呢 再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于天有没有用权势 来帮 这个他的女婿 然后脱罪 一定有 为什么 因为 按照民进党标准 徐晓晶因为他的婆婆 跟房子 他的拿房子去贷款 刚好 他贷款的对象是台北富邦银行 然后刚好徐晓晶是 以前台北市议员 台北市议员 影响得到台北富邦 所以徐晓晶的婆婆贷款 徐晓晶一定有帮帮桥 这是民进党的逻辑 那好同样 同理可证 他这个女婿 被警察抓了嘛 对不对 那 余天呢 余天以前是做立委的 然后他现在交棒给 他们正国会的立法委员 李昆成 然后所以呢 余天会不会一定透过李昆成 有去 帮他的女婿 瞧事情 因为 因为他们管得到警察 所以一定有帮忙瞧 这是民进党的逻辑 你知道民进党现在 已经打到什么 已经打到没办法打 他现在林渝伦 就是其中一个共犯嘛 老婆现身了 林妻 哇这个 打电话到媒体嘛 还哽咽 去骂徐晓晶的婆婆 所以徐晓晶的婆婆呢 很厉害 两面手法 一方面安抚 林渝伦的太太 一方面又跟律师讲说 想办法 把罪全部推给林渝伦 让刘向杰无罪 然后他们就讲这个故事嘛 我听了半天 第一 故事很精彩 但是这个东西到底跟徐晓晶什么关系 再怎么样也是他婆婆的事 第一 那个林渝伦的太太讲是不是事实 我打一个很大的问号 第二林渝伦也不是什么好人 他也是诈骗份子 所以大家不要把林渝伦 形作成悲剧英雄 第三 就我推一万步讲 就算 徐晓晶的婆婆 有做这件事情 她为了要 为了要帮她的女儿 有做这个事情 到底跟徐晓晶有什么关系 现在 连这个事情都要算在徐晓晶的头上 好那同样的逻辑 如果 徐晓晶对于她婆婆应该叫做这个 这个媳妇 如果媳妇 要帮婆婆去承担这些的话 一样的关系 那岳父不用帮女婿承担关系吗 对不对 一样逻辑是如果你们一直去打徐晓晶的婆婆 那 不好意思 那这样子余天也有责任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两两帮对照你会觉得有太多类似情节的东西 那 这样民进党如果要继续打徐晓晶的话 请用一样的标准去讲余天 不过刚刚其实原子讲的那个过程当中 我觉得我们要进一步去问一下 就是 林依伦是现在警方调查的过程当中 诈骗集团的头位 就是他跟刘向杰啦 然后跟刘向杰的老公 他们都是头喔 那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 林依伦的妻子居然还可以上电视节目来哭诉 请问一下电视公司是诈骗集团的打手吗 连连看耶 其实这个标准不是一样的吗 所以按照黄杰的那个标准 那电视集团是 是诈骗集团的打手吗 我觉得建议大家去电视节目的 去留言说你们居然让诈骗头子的老婆 上节目洗白 你们是诈骗集团的打手吗 你也和我一样爱吃米食 面食 甜点以及手摇影吗 我特别了解你的烦恼 所以现在要跟你分享一个可以放心享受美食的 超级好物 就是这个 每日完胜 白胜豆萃取物口含定 餐前30分钟一次吃两颗 吃大餐 So easy 我旺旺出品的这一款 每日完胜 白胜豆萃取物口含定 是 柠檬红茶风味的 像这种 夹链包设计 特别严选了 北美优质白胜豆 获得了美国FDA的认证 以及 GRAS 健康许可 这个成分呢 其实是很天然 而且品质安心有保障 所以现在 就赶快上快点Go 为自己的健康 自信 与美丽下单 很重要的是 记得输入推荐代码 因为会有额外折扣